请看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有关于 因数倍数的一个整除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整除呢 到底什么叫整除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6除以2等于3 是不是叫整除呢 我们来看这边 6除以2 6是倍除数 写在这个除号的里面 2是除数 写在外面 好咯,那我们开始除 2,3,6 余,0 好,这里我们来讲 整除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余数是0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商必须要是整数 才叫做整除 我们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给大家比较一下 如果是5除以2的话 算不算是整除呢 我们除除看 5除以2 好咯,224 余1 好,我们再写 再补一个0 所以2.5 余数是0 没有错 这边余数是0 但是呢 这个商呢 它是2.5 它是2.5 所以呢 它没有整除 5除以2 没有整除 所以整除呢 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余数是0 第二个就是 商是整数 所以呢 6除以2等于3 那是有整除 5除以2呢 它没有整除 因为我同学是这样想 他说老师5除以2 我可不可以这样想 我就除到整数位 除到整数位呢 如果这余数不是0的话呢 它就没有整除 好,那这个概念呢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7 8 9 感谢观看